今天快速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后期的小技巧 可以非常方便的让我们把自己的 中文的这个 口播直接变成其他国语言啊 不用借助其他的这个 复杂的AI工具啊付费的平台咋的啊 直接用剪映剪映是我们最常用的 先看一下 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看一下当前这一个 我之前剪出来的成品是什么样 就是加了个字幕其他扎也没弄 那我的原因对吧我的原因好 那现在后来发现突然发现他 他在这个音频这个里头给了一个 全新的这个叫 叫视频翻译啊 我以为视频翻译他本来 本来是这个音频的视频翻译啊 他放在音频这一个彩蛋里头了 所以当时就没注意你比如说 他是原始是中文我把它翻译成英文 好他就直接开始了 直接开始了啊 当然这个呢可以看到是个vip啊 我呢是是付费用户啊 但是他付费的话一年两百多还行 人民币两百一年两百多人民币还行 处理速度呢是跟 你的网络速度应该是 我看一下网络网络速度怎么样 他是不是在疯狂上传东西 呃 剪映 哎这还行 这说明他是把这个一个小的模型是放在本地了啊 那么 以往而且他这里有个很小字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 他说是啥呢 翻译视频后不仅保留本人声音 而且嘴心也对得上啊 嘴心也对得上 这是 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是说 他这个简映直接把人家那个叫啥 那个就是就是好多啊 大模型的功能力呢 全部用上了 就是 以前我中文说吧 中文说同样也到五年过去了 但是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是feb years ago 或者什么 pass之类的 那么他我开口闭口的这个叫 呃这个这个这个口音呢 呃这个嘴部的这个 行为呢其实是不同的 但是他这个内置的 内置的视频翻译啊 虽然这个是先当前只支持五分钟以内的视频啊 之前我还尝试把我一个 一个小时想要他的词时候用反过来反过来不行啊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多数简中或者是反中 反正中文 中文用户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视频的 呃就放在youtube上的一般只有听得懂中文的人 啊或者或者说 对中文有极大兴趣啊 而能够看着你下面的这个 英文呢日文呢或者其他自动翻译的这个字幕 来的这个这个人才能看 但是 简映这个功能的直接是啥呢 把我们自己录的 原生的这个视频直接是连口音代表口型全部转换成 指定的这个叫语言 而且现在是直接支持 其他三种语言啊 就是中文直接到英文 到日文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韩文的还是什么文 待会看一下 他这个翻的比较慢啊 我们稍微稍微等等 OK啊 现在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看一下 看下他的效果 让他播放一下 OK 这个有点鬼畜好 注意看到 口型 口型他这里头呢是稍微 稍微有点不自然模糊了 他的确就是根据 他自动识别翻译出来的这个英文用了我的音色 然后呢再把我的口型配合上英语的发音 英语的发音 跟我以前的中文是完全不同的 你说 对他脸型都直接变化了啊 包括这个牙齿就可能会因为扣得太好还会扣缺 但是这功能非常实用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视频的受众呢就直接扩大到 英语的这个 英语的英语受众以后呢 英语受众在整个 YouTube平台上是占绝大多数 对吧好 那今天就实验在这 就演示在这里头啊分享给大家值得一试 虽然只支持5分钟以内的 好以上 感谢大家订阅 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